我們先把這個蛋用水煮,煮7分鐘 7分鐘把這個蛋煮熟 再來我們放進乳包 放乳包跟茶葉乳包跟醬油 這樣就可以了 茶葉蛋非常簡單 我們先把水煮開 這些蛋加了水把它煮沸7分鐘 然後把水倒到 只要煙蓋到蛋就可以了 然後每一顆蛋等下煮熟的蛋就把它敲破 把蛋殼輕輕的敲破 繼續煮就可以 同學這樣會嗎? 同學來幫忙每一個蛋 我們把每一顆蛋都敲破 輕輕的敲破 從這個每一顆茶葉蛋 從燉的地方敲敲敲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出茶葉蛋 所以我們是從燉的地方敲 敲破完之後我們把我們的乳包放進來 還有我們的醬油 我們的醬油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去加熱 加熱 各位同學看一下我們現在做茶葉蛋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把每一顆蛋呢 就把它蛋殼敲碎 然後用乳包醬油 茶葉蛋的部分 茶葉蛋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用火慢慢的煮 讓它入味 讓它入味 那就是茶葉蛋的部分 茶葉蛋的作品 就是你看那個蛋殼都有龜裂 這樣子我們就是故意把它敲的龜裂 這樣有看清楚嗎? 茶葉蛋每一顆都要龜裂 那這樣子比較容易把這個茶葉跟乳包醬油的味道呢 可以加進來 好不好?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茶葉蛋的部分